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我這邊從Range B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呢 我是用自動產生的 點一下之後他一定 如果點下去沒有東西 那表示你一定前面打錯了 點打個E對不對 打個E之後的話呢 選到M的空白鍵 然後按刮符 刮符之後他自動會出現 所以剛有同學把這個XL 打成XE 那就會錯了 他就找不到這個參數 但是你用選的絕對不會錯 選的按空白鍵 就過來 按刮符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 點 打個R 大小寫他會 大小寫他是在這裡 在VB的環境裡面是一樣的 他會自動幫你轉 Zen 等於 這個數字的話呢 65536 Zen OK這樣的話就打完了 所以底下也是一樣 那還有就是說這個陣列這邊有 冒號對不對 實際上 這個冒號為什麼用冒號 主要是因為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冒號的話 你要換行 要換到下一行 但是呢 有的時候因為陣列有時候都資料很長 那你如果說一串 上面到下面很長 那你需要怎麼樣呢 把它排一排 這樣看起來 因為旁邊還有空間嘛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後面加上冒號 那沒有冒號的話呢 你就要自己換行就對了 OK 那如果說你後面還在接的話 你在接冒號 你這樣可以再接過去 那底下這個地方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那還有就是這個 6536的這個數字 有沒有 這裡的話 最後呢 剛有同學 的檔案 不是 XLS 而是什麼呢 我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你可以存成活躍 活躍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是 XLS X 的話 那 這一個部分 把它儲存一下 我把它存這個 那 先讓否一下 這個地方先取消一下 他問你說 是不是要 是否要儲存 具有 這些功能 讓否一下 那請你特別注意 因為呢 如果是在 2007以後的版本 他分成兩種答案格式 一種是有 有程式 有VBA程式的 一種是沒有VBA程式 沒有VBA程式是 XLSX 如果你有VBA程式的話 請你選這一個 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否則的話呢 你如果假設不小心按4的話 很抱歉你的聚集全部不見了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寫半天 結果就可以 存 一存 下次開起來 老師我的 所以